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我是安东尼 今晚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 将心比心 方得人心 之前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视频 只有短短十秒 却让人深受触动 日本的一个普通上班族小哥 在地铁上一边大口啃着面包 一边强忍着眼泪 底下一众安慰的评论里 夹杂着些许不和谐的声音 不能回家哭吗 不过是博人眼球罢了 这些人眼中的世界 仅局限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 便认为世间大多如此 凭借着粗浅的认知 他们处处指指点点 彰显自己的智慧 因为无法理解 人生总有突如其来的崩溃瞬间 所以冷嘲热讽 隔岸观火 可你没经历过 并不代表事情不存在呀 中国有句老话 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有些事情不亲身体会 真的不会明白 你的乐 别人没尝过 很难体会到 其中的喜悦和欢愉 你的苦 别人也没吃过 也很难去照顾到 各种的委屈和心酸 人生最难做到的 就是感同身受 可哪怕不理解 不看好 也该给予对方应有的尊重 多一些慈悲之心 才能少一些误会和尴尬 多一些体谅之心 才能少一些悲伤和眼泪 不要因为自己生活在阳光里 就忘记了黑暗 不要因为自己幸福 就无视别人的苦难 想要别人理解 首先要做到理解别人 想要收获爱 首先要播种善意 盲人摸象的典故 想必大家都听说过 摸到象牙的盲人呢 说大象是一根 又长又光滑的大萝卜 摸到象耳的盲人呢 说大象是一柄大蒲扇 摸到象腿的盲人 说大象是一根大柱子 而摸到象尾的盲人 说大象是一根草绳 四个盲人为此争吵不休 都说自己摸到的 才是大象真正的样子 事实显而易见 他们都错了 就像盲人摸象一样 每个人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 答案自然就不同了 世上并没有那么多的是非对错的 我们自以为做出了公正的判断 其实往往都带有自己的主观色彩 所以未见全貌之前 不要以偏盖全随便下结论 更不要妄加评论 以己夺人 苏氏也有诗句说 横探成岭 侧城峰 远近高低 各不同 不时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 此山中 看似是在说山 实则是在说人生 庐山面貌变化多姿 不同的角度欣赏 美景也各不相同 赏景尚且如此 更何况是复杂的人和事儿呢 我们常常很容易被眼前的障碍所蒙蔽 以为自己看到的就是全世界了 殊不知眼前所见的只是冰山一角 如果能从当前的环境脱离出来 从一个新角度去解决问题 也许就会柳暗花明了 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矛盾 很多时候不全是水平能力的问题 多是因为立场不同而造成的 听过这样一个小故事 富翁到海边旅游 躺在沙滩椅上休息 无意间回头 看见一位渔夫 也躺在旁边晒太阳呢 于是富翁就问渔夫 你怎么不去捕鱼呢 渔夫回道 我今天已经捕过鱼了 可以歇一歇 富翁不解 继续说 现在时间还早 你完全可以多捕点鱼 这样不就能赚更多的钱了吗 渔夫同样很疑惑 要那么多钱干嘛 赚更多的钱 这样你就能像我一样 在这美丽的海滩上散步 晒太阳了 富翁得意地说道 可是我已经在沙滩上晒太阳了呀 渔夫回答说 两人各执一词 争吵到傍晚 谁也没有说服对方 接受自己的观点 最终不欢而散 富翁和渔夫 彼此站位不一致 注定看到的风景也不同 诚然 我们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所以习惯了从自身出发 难免会与别人产生冲突 隔阂 有了所谓的偏见 与傲慢 你是顾客 认为商家暴力 你是商人 觉得顾客挑剔 你开车时 希望行人遵守交通 你是行人时 自然希望车主礼让了 你打工时 觉得老板太强势太抠门 而你当老板之后 觉得员工太没责任心 没执行力 其实我们都没错 只是站的位置不同 但与人相处 最难能可贵的就是 走出自己的局限 从另一种角度考虑问题 理解别人的难处 才能与这个世界 和睦相处 张爱玲说过 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 细心体谅他人 极具同理心的人 总是设身处地地 为别人考虑 这种将心比心的善良 由内而外地 散发出一种高贵 曾和钱中书夫妇 比邻而居的女士 回忆过一件往事 他家的前窗 正对着钱中书家的后床 因为当时条件差 没有空调电风扇 每到酷暑 钱中书家就会打开后窗 通风降温 这位女士的弟弟 是一位智障患者 时不时地放开喉咙歌唱 家人拦也拦不住 钱中书夫妇 都是做学问的 尤其需要一个 安静的环境 所以每当歌声响起 钱中书家的窗户 就会关上了 女士觉得 弟弟的歌声 打扰了邻居的作息 就想去道个歉 哪知钱中书 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 主动和他打招呼 笑容可居地说 令弟的歌喉 不错呀 听了这话 这位女士既意外 又感动 心底对钱中书夫妇 自然多了一份敬重 人与人的交往 其实就是心 与心的沟通 将心比心 以成相待 方得人心 心里装着别人 所以能够 推挤及人地 理解对方的难处 主动消除对方的难堪 心平气和地理解 接纳 跟自己不太一样的人 这不仅是一份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体贴 更是一种 带人以善的 高情商 万千世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旅途 能在匆匆前行之时 依旧看得到 别人的难处 愿意伸手拉一把 何尝 不是一种 人生修行呢 多付出一份体量 生活就多增加 一点温度 多向他人 伸出一次援手 生活就会回馈给你 多一份惊喜 心怀良善 福气自来 愿每个善待他人的人 都会被这个世界 温柔以待 今天的文章到这里 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 可以在文末 点一个再看 或者把文章 分享到朋友圈 让更多的朋友看到 和听到 感谢各位 我是安东尼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